過來現在冬天不到了 大家開始流行吃火鍋了 那麼這個有專家說 火鍋煮越久 亞硝酸鹽的濃度就越高 如果過量攝取會有致癌風險 那麼這個可是 是真的假的到底是怎麼吃才健康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肅清 他這個時候其實是 剛好之前有一個單位 他們就去做了一個實驗 那他就分別用我們一般的這個 清湯跟那種麻辣鍋的湯 然後是你知道 火鍋裡面的亞硝酸會來自於哪裡 其實常來自於我們的葉菜類 因為當好尤其是台灣有時候 我們在種菜的時候 我們會吃肥 那如果你的蛋肥吃比較多 那剛好採收的那一陣子 太陽又不大 你可能是陰雨天 所以它裡面這個蛋肥 吸收上來這個蛋 沒有辦法在光合作用很好的情況下 把它轉化掉 所以這時候採收的這些葉菜類 它相對裡面的硝酸鹽的份量會比較多 那硝酸鹽它 你說硝酸鹽又怎麼到亞硝酸呢 常常跟幾個東西有關 一個有些研究發現 它會字體裡面有一些共生菌 就會把它轉化 轉化成亞硝酸 就是細菌把它作用掉 那所以有時候跟一些保存 比較不良的時候 細菌繁殖比較多的時候 這些亞硝 它裡面的殘留的硝酸鹽就變成亞硝酸鹽 那這個時候你煮火鍋是不是大量煮 那我們喜歡火鍋就是煮越久 覺得它越好吃是不是 就覺得它這樣 喔 這樣湯又好喝 湯濃郁啊 濃郁啊 所有的精華都在裡面 可是事實上呢 那葉菜類的東西 它這個時候久煮就融出來了 所以以前就說 哎呦你火鍋千萬不要喝湯喔 因為喝湯裡面都是咬硝酸鹽喔 你可能會得癌症 可是蘆菱 對 還有蘆菱 蘆菱就痛風這個系列 蘆菱待會以理會補充 那現在先講說 到底會不會得癌症這個系列 所以這個單位就說那我們來實際檢測看看 我用一般的高湯 跟這種麻辣菱的高湯我來煮 分別煮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然後去取這個湯底來看 到底有多少這個雅硝酸鹽類 結果他發現 如果要喝這個湯啊 喝到那個急性中毒劑量啊 你可能要喝到2000公升 2000公升它有沒有概念 一罐大寶特是兩公升 大寶特胖胖皮的兩公升 喝一千罐 你說你要達到急性中毒 這幾乎是不可能嘛 這樣就可以放心 所以說急性中毒機率幾乎是不大可能 可是大家講是不是完全放心了 兩件事 一件事待會理解會說 那個關於普林的事 但我先講 可是還是要分種類的 其實因為中國大陸 他們也做過類似的研究 他們那個時候他們的實驗呢 比我們更多樣化 它不只是清湯或什麼湯 它有一種類似 你知道我們現在有些湯 喜歡加一些酸菜 酸白菜 他就發現有一種湯 他每次驗出來的 它的雅酵鹽會特別多 就是這種酸菜鍋系列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酵酸鹽來自於哪裏 來自於這些葉菜 如果採收過程之後 或它蛋肥濕比較多對不對 所以當它這些菜 它在發酵 發酵的條件裡面 是不是細菌也會作用 所以他就發現 你如果一般湯 清湯 一般沒有用這些菜的火鍋 這個麻辣鍋都還好 可是當你用這種酸菜類的 然後煮三個小時 因為他發現這個酵酸鹽的 跟時間成正比 可是它三個小時後 就不會再增加 所以如果一酸菜多 煮得夠久 它就會融出很多 所以大家就記得 如果你吃了一般的火鍋湯 你也沒有加酸菜 你也沒有煮很久 老實說 一般來講不用擔心 喝個一碗沒關係 兩碗沒關係 你不要胖胖 喝兩千瓶我也沒辦法 今天我們講的都涼 都是劑量的關係 但是我覺得火鍋最大的問題 反而不是中毒自來的問題 是痛風的問題 尤其是冬天 冬天就兩個風吹來吹去 一個就是中風 一個就是痛風 真的 我以為你要講東北季風 有學問啊 對啊 一個中風 一個是痛風 尤其是秋冬季節 很多病人掛急診 我相信陳醫師也知道 就是常常你問他 你剛剛吃什麼 他那一餐不就是喝酒 你吃輝哥 我兩個來杯小酒 烈酒 那個啤酒 就造成痛風 再來就是海鮮鍋 所以今天坊間 我都很有趣 我覺得那個業者蠻有趣的 他把他的那個菜單啊 一下說痛風鍋 對 還是很多人去吃欸 就像有些人是 漢堡叫做心臟病寶 真的有啊 他裡面就有鵝肝啊 有什麼 有心臟病寶 都配跟的鞋 有人買啊 有啊 買的好得不得了 有啊 同事就說我們去吃痛風鍋 還定不到位點 真的 他裡面大量的 大量的肉類熬成的這個火鍋湯 其實裡面普林含量就很高 所以事實上你反而造成這個 所謂的急性痛風發作 所以我覺得吃火鍋 最主要是這個問題啦 那剛剛補充一下就是 所以痛風的人 稍微吃了就不得了 真的咧 真的很準 很多人都會說吃油就好了對不對 有人在痛風中吃油 其實我們很多知道 很多痛風的病人 其實最後跟腎臟有關 可是有些洗腎的病人 其實你問他以前的病史 其實都是有個累積 累積性都一直就是 常常發作在痛風的 所以很多病人 其實他不知道說 我吃油就好了 我們頂多就兩三天就舒緩了 這樣子是跟腎臟有關 我是很少吃過啦 當然如果真的有過 我也不太喝湯 我記得陳立宏在世的時候 來做節目 用怕的怕不進去 痛風 他不敢穿鞋子 因為腫起來了 整個腫起來了 他就穿拖鞋 拖鞋 我說他走路 那真的叫做舉步為奸 很痛 很痛 對對對 真的 我說利用力中了 好痛痛 我說沒有你就不要來 但是他還是堅持來的 我不曉得痛 那個很痛 而且影劇圈很多人 包括之前的五百 包括陳生 然後他們痛起來 我跟你講 不只是痛到不能走 痛到會憂鬱 因為真的痛 真的是一吹過去就痛了 你有啊 你有 因為我的尿酸質 我的尿酸質 大概都在九 一般來正常是六以下 那如果不吃藥的話 大概就會九十 那吃了藥就會下來 那痛風一個大問題就是說 這些尿酸炎 它會沉積在你的關節 變成結晶 那破壞掉你的關節 如果跟那個腫肚肚肚肚 就已經關節被破壞掉 就不可能回路了 那神醫師你為什麼會痛風 我也喜歡吃海鮮 哈哈哈哈 以前有說痛風病有一個名字 叫做帝王病 好 得不好 ess 動非 動歸 動歸 動歹